比赛 其实我们现在第三轮已经开打了 是的 那换句话来说呢 现在B组已经遗憾地告别了这个赛季 但是对于S组队伍来讲 已经开始争夺胜者组的名额了 就是离季游赛的时间不多了 是的 就是这么说吧 其实如果在第二轮你可能还有一些时间去实验一些新的东西 你可能去做一些调整跟磨合 包括你去锻炼一些新人 但是在这个阶段来讲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是要抢分 对 因为在季游赛来讲 其实大家看那么多年比赛 一个胜者组的名额 一次复活甲对于一个队伍来讲 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要争S组的前四名 没错 然后在武汉EstaPro跟北京微博他们的同样的点是在于 他们同样都有新人的登场 包括是我们之前在评论戏看着聊到的阿旦 包括是小白熊 片子里看到的紫金 对 其实他们都有所成长嘛 特别是北京微博 其实他们在登场之后 一直以来能够感觉到不断地在进步 然后经历了卡位赛之后 他们算是杜劫成功 那么今天这场也算是老对手之间的碰撞 到底谁能够取得胜利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双方选手已经进入了比赛期 武汉EstaPro跟北京微博都是S组的常客了 对 也是最近几个赛季以来一直对于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画面中给到了轻荣 包括紫墨 这都是现在在场上的老选手 两队的上一次球手是在各自第二阶段的收官之战 Esta是3比1 送了微博去打卡位赛 没错 到第三个阶段吧 风云变换也不好讲 评论戏有个观点 我满认可 你先得看看这个阶段大家的状态到底怎么样 特别是新人 因为新人其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无法否认 不管你有多强 你的稳定性没有那么强 对 包括新人的坦边就是玩得怎么样 这个事刚才我们也在聊 你不管多强的新人 坦边这个东西确实是得看经验 你再得天独后天赋异禀 你都天赋异禀不出坦边了 坦边是在无数次的挨打 被击杀 站点 跟失败中吸取经验成长出来的花朵 对 需要时间去积累 是的 来了 双方教练 武汉EstaPro AK已经北京微博 画楼 在这个阶段就真的是每分都要必争了 武汉EstaPro选择蓝色方 北京微博 红色方 一般赵怀珍 在蓝色方班赵怀珍的话并不是很常见 其实双方的这个红蓝方蛮有意思的 在画楼这里的话 他更喜欢蓝色方 他们喜欢自己明确自己的战术体系 他在比赛当中选择了32次蓝色方 跟18次红色方 在蓝色方选取次数上 他是排在整个联盟第一的 而且蓝色方的胜率非常高 达到了65.63% 等一下这个扁鹊 那就是百名的想抢沈萌西这个点 是的 但微博这边还是搬了大球和技巧满 这个沈萌西应该是要抢的 然后在Esta这里的话 他的红蓝方选择率是差不多的 沈萌西拿到 但得都提一下 两支队伍今天的蓝色方 他们一直以来蓝色方胜率会高很多 Esta Pro的话 他的蓝色方胜率是66.67% 红色方稍低一点 但是北京卫博的话 蓝色方胜率高达65.63% 红色方只有44.44% 也就是说他的蓝色方胜率 比红色方胜率高了将近20% 这其实比较多了 对 所以说北京卫博的红色方 会让他们的观众可能稍微紧张一点 孙斌加夏侯 是没有选择拿杖飞 因为他如果把杖飞抢了的话 对面就可以拿孙斌加一个坛野了 是的 所以先抢夏侯加孙斌 看一下Esta打到三手凯 常规应对 那要补一个站边了 夏洛特 因为孙斌满被搬了的话 外面两个最强的站边就是一个狂铁 加一个夏洛特 狂铁和夏洛特 大家你看上来还是先摸摸底 都是常规选取 而且在目前比赛服的版本当中 孙斌满是经历了一定的削弱的 导致亚联的一个T级会往上涨一点 是的 是没有选择 直接孙斌满第三手是拿了狂铁 还是把上半区强度拉起来 而且在目前版本的夏洛特当中 更多的是带一个闪现 带肉化的是比较少了 那等一下就要看一下用什么样的英雄去跟沈梦西碰撞 保不齐后面又是一个银正 二对半位 看一下卫博的第三手 加罗 加罗肯定搬了 那就是后面两面要争夺射手位的一个哥亚 因为卫博这边是红色房 他四楼是可以先选的 他可以优先选 对 伊萨这边就要考虑看 哥亚这个点要不要给处理掉 先搬火舞 把石梦西趴的点给处理掉 等会儿看他怎么counter 其实在中路位置能counterpick丁兄也不是特别多 没有什么好的大法师 对 就银正人的话是一个最优解 像打这个什么细胞跟孙病配合拉扯都不错 对 还有一个网儿 网儿给不给 已经搬了火舞 火舞都搬了网儿没道理放 基本上是要搬一个双法刺 对 苏裂 也是搬了一个紫阳的开短斧 因为自己家知道这种是怕对面直接突脸的 更好的是去打一个拉扯 给到花卷 花卷在想我还能剩什么英雄呢 王昭君 是没有选择搬网儿把王昭君给搬了 他可能觉得如果 让微博这边再拿手王昭君 他们的阵地战打的会非常舒服 这应该是亮一下 对 因为打野和边路都出了 还是要抢戈亚的 戈亚 那其实在花卷这里的选择就稍微多一点 他可以选择银正这样的比较稳定的点 还有婉儿 对 还有婉儿这样的点 银正的话呢 在顺风拉扯固然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逆方的话 面对凯卫稍微有点点难受 而且 自己家前面四个英雄是不缺乏控制的 跟下的大招 狂铁的一个二技能 还有夏侯顿的一个控制 花卷的婉儿两场全胜 胜率并不低 大小姐驾到 通通行 算上加太乙吗 游座位还没有出 球本的话就是太乙 做了 拿了一套特别正统的阵容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 对 但是这种阵容最扎实 就前中后期都有一个保障 没错 然后考验的也是队伍的基本功 来 卷神 你飞是不飞 如果保守一点的话就拿银阵 至尊王权 对 想打球一点就拿瓦儿 你来敌的话应该 不太可能 来敌的话就是沈梦西的刷拳机器 对 这个真不行 放再多的机器 也会被沈梦西的AOE给炸掉 没错 瓦儿直接锁 瓦儿 还是奔放了 就要打一个情绒机 其实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花卷的风格来讲 其实给他这样的英雄 某种程度解放他的天性 而且他也知道 一斯大支持队友喜欢打架 不能跟他慢慢的去发育 是的 没有必要去拖 整容确定 看好哪边 我觉得可能稍微可以看好 武汉Estar Pro这边 因为他们 就前中期夏洛特加凯有保障 他这把也是带着一个弱化 直到对面打一个突脸 自己直接带弱化保障 对我的一个输出环境 是的 其实在 武汉Estar Pro这边的话 他的胜率最高的时间段 是在15到20分钟 胜率高达64.29% 排在联盟的第三位 北京一博的话 在10到15分钟 跟15到20分钟之间的胜率 是差不多的 都在56% 就是一个相对均衡的胜率 但是他们比较稳的点是在于 他们是在这整个 10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段里 他们有比较平稳的胜率 但是一旦拖过了20分钟之后 他们的20到25分钟胜率 直线上升到83.33% 就说明他们会非常擅长打一个大后期的团战 对 就是他们的后期能力其实很强 就北京微博 其实现在在整体脱后期方面也不虚 而且北京微博上一轮卡位赛 在让一追四战胜XYG 后面的四把 即将XYG拿到五个人头 说明队伍拿到优势之后 能迅速地滚起雪球 而且不容易掉顶 就是一种积淀吧 对 老队伍在这种地方 你永远会发现 到最后四大天王还是巨手 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沉淀到现在 他到他该发力的时候 总会爆发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能量 是的 刚才镜头也给到了两边的射手 乔西的话 其实也在新人登场之后 明显感觉他的话术比例变多了 就是担任一个副指挥的位置 对 然后嘴哥这边的话 义争必须要提一下 其实义争在这个赛季 明显风格稍微有所改变 其实他在整个一夜内 我们都说过 那夜内评价都非常高的一名选手 就是他的作用是从场下贯穿到场上 不管是场下的氛围调整 这种带新人乃至于场上的表现 活跃气氛 他都是一把好手 对 然后在这个赛季的话 他的KDA拉到了5.23 排在同位置第三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排名了 对 其实跟大家以前印象当中的 义争的那种比较相对凶猛 或者说有时候会 有时候一些小失误 线上的死亡 其实已经少了太多太多太多 现在已经是稳中带凶的一个地步了 没错 而且线上经常能够打出压制 就之前我们看到 之前的几场比赛中 一打二都能打出自己的一个对线优势 没错 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今年的北京也不要注意一下 他们的重心可能还是放在对抗路 就以目前的乔西跟义争的两个点来讲 我不太认为哪边能在发育路 打出特别大的优势 而且要看这个双管网 第一波节奏怎么去起 是的 而且说实话 现在的强队哪个是拼命打发育路 也就是DRG 我感觉可能在发育路上 轻住的重心会多一点 射手更多的是可能在整局的比赛中 就是一个推塔的工具人 这个倒是也不能说完全对错吧 其实很多队伍都在版本当中走出过自己的路 包括曾经的北京卫博 他们还不叫北京卫博的时候 但是这个东西目前来讲 大家大部分的选择还是在上半区为主 就你上半区打得舒服了 下半区自然而然就会跟着受益 对 但这样的话北京卫博就要注意一下 他们要把时间稍微往后拉一点 才能来到自己胜率比较高的时间段 但是现在的E-Star Pro 比较恐怖的点是在于 整个武汉E-Star Pro 在目前的场军暴军 黑暴军的暴军控制率上 全部是低的 就是说他们在整个打架方面能力还是特别强 所以北京卫博如何在这方面做好应对 就是在前中期的一个资源点上要去做更多的取舍 是的 这把哥在现场能不能打出优势 也决定了北京卫博的暴军控制率上 能不能拿到自己的这个高提升 是的 永恒荣耀不灭星辰 武汉E-Star Pro 出场作战 双方的第一局 蓝色方武汉E-Star Pro 红色方北京卫博 我是丁秋 我是北达 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全军出击 勇和荣耀 不灭星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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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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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一级哥亚和孙敏走到中路是直接打残了对面的中斧的状态 是的 那一级北京卫博就非常赚了 哥亚这个英雄还是厉害 就是他现在在整个射手的这个体肚排行榜当中有点独一无二的意思 闪现二一接滚一套打下去 星宇没收住直接掉了 清荣这边完美配合队友拿到一起 正好凯这边是一个红开 然后哥亚和孙敏想去反这个小野 对 被凯这边直接支援了过来 星宇这边带的是治疗 他有足够的急救能力 但是在这种被切入的时候就没有太好的办法 七星光芒剑压了一套 但是子墨这边应该是空到了赤甲 就刚刚第一波其实是有利也有弊 你压的太兄弟同时也给到了一撒这边的一个机会 是的 不是 其实这也是大家都是强队都有抓机会能力 是的 就是你不能说你在这被人打另一边没有动静 就如果刚刚凯是蓝开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这一波诞生 没错 米争 孔野怪 这把花卷和乔西带的都是一个狂暴 那打团的话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站位 遵命这把带的一个治疗是为了打团的一个容错 虽然被压得很惨 但是皮肤真好看 是的 还是非常酷炫的 对 队友来支援了 压力稍微显得有点大 现在不是花卷发力的时候他也不着急 还没有到达四级 对 吃完下一波兵线 小白熊直接过来抢中了 抢得很凶啊 这一会儿玩到四之后中线会抢得更凶 但是玩如果直接突然发一路的话 是很难飞的 是的 他也得换一会儿 他不可能一直在发一路 到四了 想进第一波红区 五个人直接一起进 清拉脱 小白熊最前面 蟒西炸弹驱逐 这红稍微显得有点难进 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个野区保护机制的 你如果强行进的话 夏洛特打一波绕后 如果自己第一波伤害没打成 自己可能就要被绕后了 我们看一下 这波虽然没进到红的话 但是北京一波优先清了中线之后 玩而往下路靠 来了 对 这波抓了个时间差 陈墨加黑鲨爆弹 往而侧面上天 直接压过去闪现跟上 一个人头到手 这个雷没挂上 再给了一颗治疗 清容来了 闪现二一推 孙密二斤的回了一下 将花卷的正面走位 躲开了第二段 因为他先出了一个抵抗鞋 然后反向走了一下 对 没有被沈墨西一技能的二段给命中 玩StarPro这波警惕性稍微显得有点低 是的 其实第一时间在北京一波近红失败之后 这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说 有时候抓细节 就是你这个红没进去 如果你退回去正常发育 你什么都不干 就浪费了你的阵容 而且刚刚那波视野是当着小地图直接脸上直接抢过来的 对 他们这个顶着边路清线就太过激进了 没错 就等于说是看到北京一波优先清了中线之后赶过来 这些手太矮的复活时间带上天 其实你也不得不说 就是这个孙命的沉默接戈亚大招的黑沙暴断 他的新手控制铺垫得很好 确实厉害 这两个技能砸下来 你第一时间闪现都包实 根本走不动 对 就如果换个组合的话 其实手里有两个闪 还是比较稳的 而且一针这边其实第一时间做的是抵抗鞋 他已经非常稳健了 就你想如果是一个其他组合的话 血量压不下去 晚上也不好飞 这两个人一定能把血量压下去 玩就很好跃 他的手太长了 对 一条暴军 压底想抢 炸一下凯 拿到走人 是为什么说伊斯达BRO他暴军控制力高 你知道吗 就是第一时间虽然说前面一波 北京一波这边拿到优势 但是这条暴军我还是不会放的 是的 而且刚刚是一波四打五 夏洛特在上路轻仅还没有过来 应该是刚刚伊斯达这边想着 如果你再想追的话 夏洛特这边就可以直接传下来了 没错 这两支队伍在这种龙的争夺上都很厉害的 其实在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是感谢感谢数据老师提供的帮助 在暴军这个事情上 我伊斯达BRO控到了整整45条 但是北京一波控到了49条 分别排在第一跟第三 都非常高 都非常高 这就是抢队的一个代表 所以前中期的一个中立资源 把控非常多 打招 沉默到 这样太义又被打残了 没错 但是这波是有一个复活 就双向和太义只要稳住前期 能正常的把每一波兵线吃到 让太义把被动钱给加到 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对 现在这个局面你想去拿优势已经不太可能了 清荣的话这边第一件选择的是面具 没有选择做到梦魇 那他们的发力点还得拖一拖 因为对面的回血是比较多的 两个狂暴 黄铁的自带回血 还有夏侯顿的一个被动 还有个孙病的治疗呢 五个人基本上全带回血的一个技能 是的 所以特别依赖这手梦魇 这把已经注定不着急了 这波是换节奏 两边都要来中路去争夺一个河道视野 但是现在打的话 伊斯大这边感觉并不好打 首先就是清荣那边的话 现在蒙魇也还没做出来 就他现在炸的话 不被尊命的一个二技能给抬起来 对 你看就你丢个大五二技能一抬 基本上是没有掉什么血量的 哦 应该也不会正面碰撞 说白了其实就是稳一下中显 对 还要等双枪的一个装备 然后靠沈梦西啊 各种技能去拖拖时间 等发育 乔西这把是先做了一个陨性 然后直接转了无尽 看一下他第二阶段直接合成暗影战斧 还是直接做随心锤那一套 要把自己的装备快速提醒 看他怎么想 对 其实如果提速的话哪个更好 我觉得就是随心锤可能更好一点 因为对面毕竟有一个态 你如果一直拖发育的话 是尽量的可能在前中去拿到一些优势 也是 其实就是你拿着暗影战斧做出来的话 一会儿别人装备拖起来 这个暗影战斧卡的你很难受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条暴君 这走进来硬生生拼成 你也没办法 是卫博这边逞早了 是的 差一点点的血量 斯大换楼 拿到 因为他们前面一波是把对方路的线 先给处理掉了 老师卫博这边是要有人去处理塔下线的 对 其实这个局面对于武汉依萨朋友来讲他们心里很踏实 对 就我希望的就是往后去去拖 经济上完全能够接手 其实局面虽然前期被压了一点 但完全没有压崩 反倒是依萨这边还领先一千块 对 毕竟有个太乙在 而且你看紫阳这边锁图甚大 如果这其实从装备能看出来 如果真的被压的受不了了 就不是这个装备了 他还想出奔狼 对 说明还想在后面的一波直接冲对面 魏博也知道不太想拖 起手压进来 找到的是凯 那凯非常肉厉 他想往后侧面 往后侧面被炸了一手 侧面拉走 紫阳交闪 不然的话容易被激活 奔狼想反冲 反手奔狼冲嘛 那这个位置没有闪哦 21留一下 凯顶上去 黑杀帮男杰晕晕 打完之后手里给了个复活 先打掉 侧面下路头看若华 直接找的是戈亚 但是伤也不太够 前面拉走 前面一波是 依斯拉这边双元组在下路带线 往而这边是打了一个4-1 自己一个人上去飞 等待自己队友的支援 然后第二波开起来的时候 是微博这边第一时间技能较完了之后 紫阳开了一个风铃文章 直接反冲对面 对 打了一个掉点 这波 每个波又没打下来 因为他们前面一波中路4-3 被依斯拉这边化解了 对 如果这种久攻不下的局面 其实义争这边会越来越飞 对 而且轻荣的装备也在不见得起 就是往而这个影响 如果越到后期的话 它的融通率是越来越低的 是的 其实已经不带我飞了 团爆太紧了 这把花卷就找到了一次 非常好的上天的机会 后面开始玩一次大波的抱团 就让他没什么机会飞了 又打了起来 大招减速一下 挂了一颗雷 又把泰椅的状态给打残 叫暴君啊 北京一波感觉不能掉了 拿回来 反炸一手 索密尔技能化解 凯凯大 北京一波先拉成 索密尔技能拉走 里面打出复活 往而上天非常精准 花卷找到机会 反手压两个 抓住了关键的十分钟前的节点 二连击破 这波A4R的夏洛特还在上路 带现正面四个人 不想放这条暴君 直接去冲了 这一波四打五 而且往而的大招 跌得非常死 就是 第一时间让队友去气火这个凯 然后等你松上下响 可以输出的时候 直接打你的松上下 而且星宇这个点 孙命这波 把YSAPRO拉得很难受 第一时间 YSAPRO反追的时候 不管是雷也好 还是说凯开大 全部被孙命二技能拉了一几 对 然后转身再反冲的时候 花卷的大招 按住第二段上天 已经控制不了 来看一下这一波 先是凯不想放这条暴君 一个人开大招 吃了几火 你看星宇这个二技能 但是他正面就是一波四打五 松上下一技能上来的时候 往而直接上天 而且花卷压在侧面 这波是还给的太足了 而且太义给的复活 是一个血量最少的凯 导致松上没吃到这个 其实YSAPRO想法也很简单 前面稳了这么久 就十分钟这个节点 其实他们想的暴君 不一定非要自己的 但是不能让微博那么容易拿到 就稳住了就好打 又来同样的位置 但我觉得他们如果想打的话 还是要等夏洛特来到正面 因为你这把毕竟带的是一个弱化 其实太义也没想打第一时间 我感觉就是第一时间发现 死鸡被集火了一套之后 血量掉的一般不是很痛 又来 瓦尔 这边笔墨是没有接到 压局 反追 跟云轩 侧面阿弹压进去五个人当中 直奔科压压了一套 伤害在侧面瓦尔又上天了 打出一个复活 并压低了血量 阿弹交代在里面了 这波夏洛特一个人卡住了四个人位置 但是瓦尔在后面是直接打掉了太义的一个复活 也是侵制了不少人 是的 分成了两个战场 花卷说实话 就是他以前最早的时候 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法刺特别犀利 但现在你看 我觉得他比起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很沉得住气 他知道就是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速上枪 你上来看出处的时候我就直接飞你 他前面你看第一波飞完之后 中间有那么多的时间 他其实没机会 压了一波 这波也是卡住了一波的机会 就很多时候真的作为一把快剑 你不用频繁的出剑 你关键时候出一剑 戳到要害就很可以了 是的 那现在北京魏伯的阵容 已经到达了他们的发力期 对 来到了一个偏中后期的一个局面 孙斌的拉扯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就是平衡被打破了 是的 其实前期的话平衡是稍稍往武汉Esta Pro这边倾斜 由于一帧阵亡了两次 他的经济现在也落后了戈亚将近七八百块 没错 而且他卡破晓会卡一段时间 戈亚来了 黑沙巴弹直接往里盖 严重的是凯 前面夏侯顿押过来 但是中线跟对抗路的线全部是亏的 这塔不好手 闪现直接开就是压人 雅斑之后夏侯顿往前走一波 白鲁二塔掉 夏侯顿打进去了 这波有点深了 因为自家的网是合在中路倾限的 但是两座塔也不亏 相当于你只拿的是一个夏侯顿的人头钱 对 但是看这一波夏侯顿的阵亡 Esta这边要不要直接挤出来 他在动这条暗影主宰 我觉得得动一动 这是他们的一波机会 是的 看一下孙命的位置 想给 蹲在这个草弓里面被发现了 但是下路出一波后线 奔狼了想冲 过时间 但Esta这边很果断啊 不给你拖 破晓 关键手出来 刷刷一枪崩掉了 回头金光芒剑押住 二技能再跟 再打个金光芒剑 反手进来玩 上天拉开 这个龙能控啊 接连的调点 但是 而且泰乙这边还是有复活的 这个龙肯定是给控的 来看一下网儿的位置 不过二塔嫂是有个河道之灵的 是 这里能看到啊 这个是没看到 应该是没看到 没看到 他正好是在红巴斧 在三毫的一个边缘的位置 撤 你看两边都有很精彩的点 就是什么 他很清楚这种关键节点 一定要拿到 把这个优势拿回来一点 而且两边的关键的调点 都是在建立在正面想四打五的情况下 但我觉得关键是什么 是果断 其实就是果断 这一波直接二技能拍到搜上箱 想开 这波有点跟不上 下个盾是大招进去了 这波有个什么问题啊 第一是格亚这边技能 黑暗暴弹的美好 第二点是网儿不在 其实跟不了 这个位置 就是如果没有这么果断的奔狼的话 其实本年一波还是能撤走的 他没反应过来 本年一波跟万一大破 前面有点像的是 他在手浓的时候 他不一定想跟你拼命的 他想看一下情况 或者拖延一下 或者说直接去打你的人 但强队就是强队 他果断起来的抓你是一点不犹豫 就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 对 就你稍微给一点空隙跟破绽 他就直接奔狼开你 这个比较厉害 就如果换到像一些 稍微犹豫一点的队伍 其实这个龙你未必拿得下来 或者说你未必抓到人 就可能选择要直接放了 对 这手果断非常重要 孙耳香 也在等自己的破晓 破晓越来越近 这波是把暗影处在先锋 大的放到了下路 谁是在场之王 但他们如果想强行去几个道射的话 是比较难解的 上路是一波优限 能去找到瓦尔的位置 这两边打到现在 算是9非认同了 又来了奔狼 正宗相对 哇 紫阳这边一有奔狼 就直接想去找机会 装备差不多了 其实这波如果再打下来一波的话 后面暴君一空 这把就稳一大半 而且他们知道 他们这个阵容是不能 跟对面去打拉扯的 对 所以一波得到对面给冲死 两边打到现在为止 就是有三到四波的这种 反复起伏的交锋 就是不断的把优势来回交替 但是接下来这波 可能会决定这局的大部分走向 对 因为下一条 暗影暴君要刷新了 而且现在两边的这种 大重型武器都出来了 破晓 各种破晓什么的 梦魇了 下巴刀 纯击苍穹全有了 也就意味着这一波 拿出来的优势跟前面 可能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现在两边的经济 基本上是一个纯五五开 是的 这个时候拿一条暴君 就是直接威胁高地的 看到狂脸在边路带线 正面想直接冲 但是也被打了一套 怎么说 一阵被打残了 增压残 紫阳这边奔狼也没好 但他能吸 还好但蓝量不是特别充足 这波感觉要 感觉龙也不想放 有点rush的意思 龙肯定不能放 他打到这个阶段 放了龙你压力太大了 紫荆要凯往前 顶 关键往前顶的话 孙秘是选择往后拉车 怎么说你往后拉的话 龙的血量就不对了 谁能逞到 狂铁拿到没抢下来 侧面要打压了一下位置 往前走一波凯队 三个人怎么一个闪间 拉开空间没有死 硬生生打掉 打了一波三换三 是的 但是双方胜的人不一样 万一三波这边 胜的是紫荆跟庆荣 想追 还在找 找没找到 应该是可以回城的 你选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回城位置 刚刚先是北京卫博打残了 一生的状态 详细细动制掉暗影暴君 但是紫荆的凯 一直是在拉着暗影暴君的 一个仇恨 然后等自家的四个队友 赶了过来 打了正面的威武交火 其实两边真的是到最后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就那个龙已经压到一个 你不能退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凯压在前面 其实正常来讲 孙敏可以开2技能拉扯 但你旁边放这个 16000血的龙 你是不能拉的 当时只是要做一个选择 打龙还是打人 只能是拼了 对 大家看一下 那个龙的血量压到后面 不能拉扯只能硬拼 1万的血量 压到12000 不行了要上了 还是被狂铁技能给收下 对然后你看这个位置 孙药香的输出环境 一开始还是不错的 一针这里 而且阿弹的这种下罗特的弱化 是吸收了成敦的伤害 主要是什么 夏欧敦一个大 小白熊压在一针脸上的一瞬间 关键是乔西 乔西是真的很 他从侧面滑步配合夏欧敦 瞬间把一个满血一针的孙药香 直接打掉之后 滑步进龙坑输出 他知道前面一波孙药香 把技能全部叫完了 现在处于一个真空机 而且那波的 他思路清晰的点是 因为花卷那个位置 已经压不到一针了 就一针那个位置 就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输出位置 是的 但是没想到小白熊输死一波 回头那个大招压过去 配合侧面的乔西 瞬间的爆发有点高 就刚刚这波团 两边其实已经都拉满了 对 刚才那波团不存在失误 就是谁团战 可能说更精细一点 然后再带一点的运气 对 就是8分的精细2分的运气 拼到最后就是拼这个 大招 减速一下 打了一波 但是被什么系的UK雷 就炸残了 是的 潮汐的团战视野 哎 笨狼 压得住吗 生命不太好追 反应非常快 对 往前击 暗影之劲放在发育中 两边的警惕性都非常高 一撒这边是想等着 清完后心之后卡一个视野 直接想反冲 但是卫博这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实一张压力有点大 就是他团战虽然说有个太极人 但是像紫荆啊 弹都是往前冲的硬术 他这把的输出环境并不是很好 对 能保在的人其实不多 但是北京卫博这边像小白熊 像紫墨花卷的 至于乔西 说白了都很危险 大招甩一下 甩到了一半血 这个人在往前走很危险 孙兵沉没压力手 慢慢磨并没有着急 再拉 这个大招一崩 白衣镇压成残血 但这个位置没有龙给他吸血 他只能回水晶 回水晶的话 只要被磨高地塔 中路还是过龙兵的 高地塔直接点 打掉 对抗路 高地 也破 乔西被压力 问他随便压进去 瞬间骑星光芒剑 直接斩掉了狂铁 要回水晶 普高鞋在身上 这个时候关键上天 戈亚在追 他们压了一下 没把小瑞特压掉 选择射退 但是下高行也撑不住了 好在现在没有一个中立资源 但是还有14秒钟 暗影暴君要刷新了 这波一撒肯定是要出来打的 因为他必须抓住这个时间点 现在子波还有将近半分钟的时间复活 如果伊斯塔不接着这个时间 把这个龙拿下来的话 后面就是不限的在高地被压 你想翻盘就会非常难 暗影暴君刷新了 我感觉伊斯塔直接打 他感觉北京卫博这一波还是不想放 不想放 伊斯塔也得拿 对 现在不拿后面更难拿 想过来看 但是伊斯塔这波想逼团 是的 侧面冲了 亚洲跟一枪 找到机会 他直接点掉 紫阳被压成死血 手头开了个复活弹 没打到第一时间 锋芒毕露 戈亚追了一下拿到这个人头 这样的话这个龙怎么说 阿利波一换一 2500速度非常快 想往前压在这边 不压不进去 这波一点不敢压 压进去一旦没拿到的话 掉点太多了 只能绕了 伊斯塔这波决策做的很聪明 虽然说他们刚刚场上有五个人 但是他们想利用这条暗影暴君去逼团 然后撞下个泰椅是卡在侧面 直接笨狼冲到了对面的一个网儿 而且还是时间差 在上天之前直接把他给秒了 对 北决策博在这波也是冷静的选择了放弃 因为再往前怼的话就抢这条龙 万一没抢到再掉两个人 就不单单是几座二塔的事情 因为他们如果抢追被送向一个二一爆发命中 可能直接飞位就直接被秒了 对 这样的话后面的龙王贸物高地都很危险 小西这边非常稳 直接把复活甲穿在身上 小西这把打得很漂亮 他的每一波大招先手开团 已经遍远的一个输出位置找得非常好 关键的切入 是的 侧面狂铁绕后 子墨的闪是没有好的 所以他选择一波绕后 兵线已经过去了 如果兵线也送过去的话 能往里走 孙瓦翔的位置 被狂铁看到 将打一把波直接打出来 跟这样的特别漂亮 到时候再拍第二段 侧面的话清荣只能走 孙瓦翔也倒太阵倒掉 跟他侧面追击 孙瓦翔站不起来 这波打得我们进步团变 往里再压开启弱化 但是并撑不住啊 夏洛特 被维尤打掉 只剩两个人 清荣跟紫荆 中路有超级兵 往前压应该能够清掉 到后面还有兵线 发育路 看下凯的位置想去断线 他断不完啊 下路还有薄冰 是的 清荣手里没有大招 一个人是河南去守的 怎么手里是有闪的 凯尤男肉体断 男人断不了 他压不过来 侧面团玩的分割战场 压进去小白就顶在前面 想直接拆架 追点三下 点掉 最后一波狂铁的关键绕后 是直接帮助队伍拿下了这场比赛 是的 这种就是局面带给你的时间点 我觉得这局我感触特别深刻 这局真的两边打得很精彩的 就是他在每一个节点 两边都知道彼此要干什么 对 所以在我知道你要干什么的时候 我知道你要怎么守 你也知道我要攻 那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果断跟抢速度 所以每一波的奔狼 开的时机 包括两边动手的时机 抓的都非常好 最后这波子墨第一时间闪现美好 然后看到用龙王出来了 一萨可当出来 直接绕后 一波没有闪现抓到松亚翔 非常厉害 精彩的比赛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彼得起 我们接着解说的话题说 确实在今天的第一局 我们看到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的 谁都有拿下最终这个水晶的可能性 就是从一开始 就一分钟开始博弈就已经开始了 对 然后子杨也有多次反打 对 因为其实凯打下欧敦的话 其实下欧敦前期是更强的 所以凯打完buff之后 直接去中路抓了一波 打了微博一个初级不易 然后拿到一血 但是微博的这个阵容 它确实太灵活了 然后几个大圈 就是武汉萨坡尔要跟微博接团 他不能接就是一波的团 他接一波的团 两个圈放在那里 你动都动不了 我觉得两边在这一把 给我的整体感觉是打得都非常的主动 选手都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判断的节奏 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波 第一波Estar的那个临场应面很好 就是他直接 因为凯前期实际上打下欧挺吃速率的 他那个去抓中风险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能做这样的决策 说明选手的判断挺准的 相当于你前面掉了速率 然后掉了速率去帮队友拿了一个人头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微博他们没有拿速率做到事情 你看他第二波确实因为第一波凯去抓中了 所以下猴刷的快嘛 但是他那一波在第二轮野区去转化成野区进攻 我觉得早了点 我觉得那一波的话正常来讲 微博那一波有点乱了 他那一波正常来讲再刷一轮 龙是稳稳的是他的 不会出现那种被抢龙的一个情况 但是Estar这里自己也失误了 那一波刚才解说也说了 他们压了拨红野区 然后把位置压住抢了拨中线 然后是个名牌抓下 然后两个人顶线轻了 然后那一波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失误 不过那个时候Estar紫金那个抢龙确实很重要 那个龙如果紫金没抢的话 估计阵盘中期就被微博全都压死了 然后狂铁子墨的狂铁尾部也是拿到那个黑豹 那条黑豹那条黑豹非常关键 那条黑豹就是Estar是处于一个不得不打的一个地步 紫金想的很明确 那条龙他是不能放的 虽然他这阵容没有开团 但是那条龙一旦放了他们会很难打 所以他选择拖着拼成 但是被黑豹就直接被这个狂铁收掉了之后 就让这个戈亚完成了一波 收割 龙科的收割 包括最后一波 也是子墨这把唯一的一波绕后就直接成了 对 因为实际上就是对于武汉Estarboard来说 他就只有一个凯一个单前排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那一波龙 那个子墨 那个凯是真的惨啊 就一直在被白嫖 因为Estar很轻 因为微博上一波他就清楚了 他不激活龙了 他第一套所有的人都是去打这个凯的 然后等到龙进杀限了 连人连凯带龙一起杀 对 不然他如果说只去把目标放到龙身上的话 那这个人就会成为风险和变量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意识到了 在那个时候非常关键的有意识到了 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能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他们选择先去消耗这个凯的血量 然后等到他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龙的血量也差不多的时候 再一起收掉 第一盘打下来 两边队伍打的都有点瑕疵吧 但是整体的表现感觉后面还能更好一点 对 我觉得整体的话能看得出来两边的 我觉得教练组应该会跟选手说 就是这把你们都要打得更加主动 你看无论是花卷的网儿也好 包括我觉得紫阳的泰椅震仁在这一把 包括你看这把这把双方箱真的很难打输出 他一个团我看基本上就是两个翻就没了 因为因为依斯大这个阵容 他是没有什么开团点的 他没有什么开团能力 而且他一旦冲人 孙上香到底跟还是不跟呢 对面的戈亚上官全都是拥有越过前排 对他造成击杀的能力 所以这把你看嘴哥虽然发育的很好 但他能打输出真的很有限 就这把武汉依斯大想打 就是他们中间的那种方式 就对面来冲 冲夏尔塔的那一波 然后你冲进来的情况下 让凯顶在前面 然后你要越过这个凯 那波小白熊没搞好 本局MVP给到了北京微博的子墨狂铁 子墨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九次MVP 目前排到了第二名 就是那一波神奥微博那一波小白熊 绝对不会死的 他正常来讲就是 走进去 给他走进去抬个二把人卡了 然后留个榔头出来就行了 结果他直接垂进去就是死了 他那个大招应该是后撤的 对 你看他就是先打人 就是凯在没开到龙之前就已经被打残了 然后这波连人带龙一起杀了 而且是击飞不断击飞给控制 那这波实际上就是在凯这个 这波状态没掉之前 乔西是不敢出出的 然后看到凯走了直接进去 因为这时候是吃到黑豹 而且以乔西现在的装备 只要有黑豹打的不是凯 是绝对能杀的 嗯 这是怎么全场唯一一波包夹成了 你说特上香就是 特上香 - 它胶不胶滚的 - 胶不胶滚的 - 胶媽呀 好的本届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一起来听听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那么打的 因为夏洛顿本身 就是在对阵 比他弱的弹野的时候 他就是要去你 也就搞你的 但是实际上 就那一波 慢了一点节奏 没关系 后面还是调整回来了 Estar那一波决策 说真的 他刚才看到 第一波回放的时候 就那个中右那一波 他们那时候中坦没掉 那波打完中坦没了 实际上他们想的是 我夏洛特带线 靠原初反认过来 但原初反认 会给你一个提前的预判 对面一个孙命的 一个情况下 你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我们看到 那个峡口 他们是选择 让上面在漏的情况下 然后想去挤那个口子 孙长江一个前滚翻就得死 没法跟 你凯过去了 我孙长江跟不跟呢 我孙长江如果不跟 那说白了 给到对面的压力是不大的 这个凯就要白被揍的 但是我要跟了 这个上关就过来 上那个上 对伊萨最好处理 就那波上路线就不带了 他们让夏洛特 直接消失 站在中左就行了 因为夏洛特 站在中左 只要这波开起来 只要这个微波 往前走一点 像凯和夏洛特 是能把对面夹在那个口 孙长江就 玩得舒服很多 就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在整个峡谷地图上面 如果说你那波线带完了的话 你带完 其实你就是要那个上尔塔 其实你要的是那个上尔塔 去用这个黑豹 去换那个上尔塔的 就是你又想要那个上尔塔 又想要这个黑豹 就不可能 但是说真的 这条黑豹 绝对是比那个上尔塔重要的 对 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是 你既然做了这样的抉择 你得把它执行下去 就你不可能都有 没错 来腾讯视频 看KPO下季赛 你刚刚最后我们也聊到 像子墨的狂铁 就是最后那一波就绕成了 对吧 我觉得就是打到这种后期 特别是拖到风暴龙 你虽然像正面 交了个测滚 然后被沉没 一被夹 第一时间已经照出闪现 但是已经是复活在那个地方 就死了 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是的 就一切还是在北京微博 最后那波团战 在北京微博的一个掌握当中了 好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 双方的第二局对决 稍消息马上回来 好 好 好